在这个AI大爆发的时代 新增了非常多的名词 有人就问我说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这些名词大概是什么意思 像我之前很常提到的 AI Agent MCP 或者是大家很常看到 LLM 甚至有人会打造自动化 就会说我在做一个什么什么工作流 究竟这些名词什么样的意思呢 往下就带大家来看吧 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动了哦 如果你对AI教学内容有兴趣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 想要更加深入学习 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Plus方案 就一对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观养乐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了 你准备好了吗 嗨大家好我是阿桑 现在AI跟我们的生活 基本上已经是密不可分了 其中呢有非常非常多名词呢 等着大家去学习 以及了解 不过呢 说真的如果要把所有的AI用词 全部列列出来要解释的话 我可能要分个三天三夜都还讲不完 所以今天我们就简单的先提出10个 大家可能比较常见到 但不太理解这些AI用词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先从这10个最常见的用词 开始学习起吧 好接下来10个名词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制作这个简报 那这个图片呢先跟大家讲一下 有些图片的文字呢 因为都是用AI来产生的 那有些文字有错误的就不用管他 你大概都看得懂 就不要刁难我了 首先第1个 大家进入AI都一定会知道了 LLM这个名词也非常非常常看到 LLM呢它的全名叫做 Large Language Model 大型语言模型 那它的运作原理呢 其他就是一本超级超级大的笔记本 它把网路上的一些文字全部都把它记下来之后 并且赋予了文字之间的关联 所以当你在问问题的时候呢 它就会根据它获得的这些大数据来回答你这些问题 所以呢你看有些问题呢 如果是AI的知识库里面没有的话 你再怎么问它 它只会给你很奇怪的答案 这也就是所谓的AI幻觉嘛 而这个训练过程呢它有分三个阶段 这个呢大家就大概看看就好 它有分成预训练 微调 还有增强式学习 但这个部分呢 其实大家不用太去理解它 初学AI的时候 你只要知道LLM 它是大型语言模型就可以了 像是ChatGBT Cloud Gemini 其实都是LLM 第2个 只要有在接触AI的人 应该每天都会看到这个名词 叫做Prompt Prompt是什么呢 基本上它的中文名称翻译 叫做提示词 简单的说呢 你给AI模型的指令或是问题 其实叫做做Prompt 它主要就是用来引导AI生成特定的内容 或是回答 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提示词的品质越好 你可以产生出的这个内容就越好 那提示词呢 其实也会有一些技巧哦 不论你是生成内容 图片 或是影片 基本上你要具体明确的告诉它详细的内容 并且提供它像是背景资讯 目标或是使用场景 而且要分步骤的去引导 才能用这个提示词呢 把这个产出的内容品质呢提升到最高哦 第三个是我最近也很常提到了 而且我自己也有在用的 叫做vibe coding 什么叫vibe coding呢 我们先来跟传统比较一下 传统呢你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你就会一行一字的慢慢的去key 了不起有些工具 它会帮你直接加入一些 你已经做好了程式结构 或者是呢有些既定的程式嘛 让你更快速的去做coding这个动作 但是这些呢对于一个 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发程式来说 还是非常困难 而vibe coding呢 基本上它就是用自然语言的方式 你只要用很白话文的方式 告诉工具之后 它会直接帮你的白话文 转化成程式嘛 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 帮我做一个 简洁现代风格的登录页面 有点像Apple的设定风格 给一家健身工作室使用 接下来他就会帮你产生出 你所描述的这个页面 是不是感觉很简单呢 C5 coding呢现在有越来越多工具可以使用 像我之前介绍过的Trade Cursor 大家都可以去试用看看 第四个Token 只要你进入开发的时候 会很常听到Token这个名词 那Token是什么呢 基本上Token就是AI的最小单位 就像是你在料理的时候 鸡蛋想要几克 水需要几克 牛奶需要几克 这个克呢是我们料理的时候单位 而Token呢就是在AI里面的文字单位 或是图片最小单位 比如说 四个字 能工智能 你可以把它拆成是四个Token 但像是英文字的话 Hello World 那可能是两个Token 每个AI的计算方式 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 但大原则上是差不多了 大部分呢都是一个中文字 就是一个Token 那一张图片可能是算2000个 或是4000个Token 那为什么要去计算这个Token的数量呢 其实呢这个主要就是影响你的使用成本 对开发者来讲呢 Token的使用量越少 成本就越低 那处理速度呢 就越快 而像有些AI他能够记下了上下文的长度 也会有差异 所以呢像是如果你是要进入开发这个世界的话 那基本上 Token你是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个部分哦 第五个工作流 Workflow 这个呢也很常看到 特别是呢我之前介绍过很多呢 是用mac.com 打造的自动化工具嘛 那像我的说法 我就会把它讲的是自动化流程 或是自动化工具 但是很多人会直接翻译出来 都会说我要打造什么什么工作流 其实这个所谓的工作流呢 就是把一系列 原本要手动制作的内容呢 他直接把它自动化 然后打造好 一步一步的工作内容 所以呢其实这个所谓的工作流呢 比较像是在形容 我们今天AI要跑的这整个流程 叫做工作流 那工作流呢其实也有分很多种 一种像比如说序列式工作流 就直接按固定顺序来执行任务 123456 执行完就结束 另外一种是条件式的工作流 他会按照不同的条件 去选择不同的路径 比如说会有 Y跟N Yes就走A No的话就走B 这就叫条件式的工作流 第三种呢叫迭代式工作流 就是一直重复执行 直到达成目标为止 所以这个所谓的工作流 看起来好像很专业 很复杂的感觉 但是大家把它想简单一点 其他就是一个流程啦 第六个AI Aging 我们终于要来提到这个名词了 之前我们在很多影片里面 一直有提到AI Aging这个名词 那AI Aging跟AI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之前提到了一般的AI呢 普通AI呢你问他问题 他只能执行单一的指令 或者甚至告诉你内容 比如说直接铲出图片等等 但是AI Aging就不一样了 AI Aging呢他就像是有一个主要的AI代理在中间 那他附有很多工具在旁边 接下来他会按照你提的问题 自动帮你去选择 要使用哪一个工具 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讲说 AI Aging能够自主决策 并不是呢他真正可以自己决定 我要做些什么 而是他已经有既有的工具 这些工具你会描述好 每个工具是要做什么的 当他收到问题之后 他就会自主决策的 要去使用哪一个工具 然后直接帮你执行交付任务结果到你的手上 接下来第七个 MCEP 他的中文翻译 叫做模型上下文协议 简单的说呢 他是可以让你的AI模型呢 比如说你现在使用的是 Cloud 他可以去存取外部的资料 使用外部的工具 并且动态发现可以用的服务 来扩展这个AI的能力的范围 比如说我今天AI模型 原本呢是不能使用Google map的一些相关资料 但是如果你透过MCEP去跟Google那边做一个协定 沟通的话 他就可以去存取Google map的API来做使用 这么一来呢就像是这个AI他也有了Google map的能力的感觉 但MCEP呢跟AI Aging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AI Aging呢基本上是你必须要建立好对应的工具给他 作为参考之后他才会去使用 但是MCEP的话基本上只要对方的服务有资源这个协议 我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其实认真来说他比AI Aging能够应用的范围呢会更广一些 接下来第八个 RAG 检索增强生成 这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呢以往我们在问AI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透过任何的搜寻的话 AI都是用他传统的大型资料库里面的知识来直接回答你的答案 也比较容易产生所谓的AI幻觉嘛 但是RAG的话 他其实就是先去搜寻好 资料之后 再回答你问题 其实有点像是现在的Deep Research的感觉 他会透过搜寻网络的一些相关研究资料之后 然后再回答你的问题 就比较不会产生所谓的AI幻觉 第九个Embedding 这个名词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专业 大家可能也比较少见到 但其实我觉得他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技术 他就是向量迁入 主要呢其实把文字 图片这些资料呢 还会转换成一个数字向量的技术 基本上你就想象一下 他就是把每个名词 或是概念 他就给他一个坐标 那比较相近的名词呢 这些坐标呢 就会很靠近 比如说像是猫跟狗的坐标呢 会比猫跟汽车的坐标呢 更接近 就代表他们是比较同一类型的这些内容 所以当AI透过语义搜寻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单纯只靠 关键字来找出这些内容 而是呢会依靠坐标比较接近的内容 他都可以作为参考的资料 这个呢其实跟我们以往的搜寻系统是完全不同层次的东西 最后一个名词呢 Multimodel 多模态 什么叫多模态呢 多模态就是指说 AI呢他可以同时理解 还有处理的资料类型呢 是有多种模态的 比如说呢他可以同时处理文字 图片 声音 或影片 这个呢叫做多模态 如果呢他只能处理文字的话呢 他叫做单模态 比如说大家很常用的ChatGPT 他现在预设的模型呢是GPT4欧嘛 GPT4欧呢就是属于多模态的AI 所以呢除了我们可以对他呢用文字问答之外 我们可以用来产生图片 或者是像German 他可以用文字问答之外 你也可以提供他音档来帮你处理转化成文字 这些AI呢其实就是多模态的AI 所以呢大家不要把这些名词呢想的太过复杂 其实把他简化稍微了解一下 这些名词大概用意是什么就可以 看完上面的介绍之后 相信大家就在社群上 如果再看到相关的名词的话 你就从不懂 变成略懂略懂了吧 今天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教学的话 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是阿汤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